为了保护伙伴们 陆飞独自和海军大将 轻智展开了激战 他每次出拳打中轻智 都会被寒气冻伤 陆飞强忍着疼痛 怒吼着冲上去 一脚踢飞轻智 笑发之前打倒老沙式的招式 螺旋升天 打出橡胶暴风雨 轻智的身体化为漫天冰雪 又再度凝聚成人形 他抱住陆飞 口中轻轻念叨 冰河时代 能冰封整片海域 堪比天灾的极度严寒 轻松得胜后 轻智望着陆飞的冰雕 长叹一声 他现在才明白 陆飞向他发出单挑的原因 既然自己接下了挑战 就要守规矩 赢了陆飞 就不能再向其他人出手 轻智思虑再三 最终没有对陆飞补刀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陆飞 讨伐了克罗克达尔 轻智认为海军欠他一个人情 不过临走前 轻智放下了丑话 让罗宾上船 你们以后 你一定会后悔 他生来就是天杀孤星 跟他有牵扯的人 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说完这些 轻智也不管变成冰雕的陆飞 听不听得见 吊河就在海面上 骑着自行车离开了 索隆和山智赶回来参战时 发现轻智已然不见 他们赶紧将陆飞搬回船上 经过乔巴一番紧张的救治 终于把陆飞和罗宾 从鬼门关捞了回来 山智忙着做补身体的药膳 纳梅决定 在这座岛上多待一晚 等待陆飞二人恢复 乌索普夏的直接瘫软在地 连陆飞都被海军大将吊打 这让他对今后的冒险 充满了担忧和恐惧 虽然大家都暂时松了一口气 他们却没有注意到 从这以后 罗宾的心事更重了 不过他伪装得很好 唯一的变化就是 对乔巴的称呼 从船一先生 变成了名医先生 说起来 罗宾从被陆飞捡回船上开始 直到现在 就一直用植物来称呼大家 纳梅叫航海士小姐 山智叫厨师先生等等 毕竟每艘海贼船上的植物是相同的 许许多多不同的人 可以浓缩成简单的代号 容易替换 背叛时也能减轻心理负担 梅丽浩在海上航行了四天 这一天 海面难得平静 负责放哨的索龙 果然望见前方出现了一只 浑身伤疤的大青蛙 最离奇的是 他在自由泳 这简直是离天下之大铺 陆飞赶紧调转航向去追 是要捉住他来烧烤 那没用望远镜一瞧 青蛙游去的方向 有一座灯塔 但奇怪的是 记录指针并没有指向那边 不过船长决定去哪 梅丽浩就得去哪 就比如上一次的空岛之旅 陆飞要上天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大家齐心协力全力划船 没追多久 梅丽浩忽然撞上了什么东西 随即 一侧海面上 传来了火车的鸣笛声 众人寻声望去 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火车居然在海面上跑 真是怪事年年有 几年特别多 大家赶紧拼了命的划船 终于在火车即将撞上之前 将梅丽浩划出了轨道 在那只大青蛙 面对着迎面撞来的火车头 居然举起了双手想要抵挡 结果被一头撞飞出去 跌落进了海里 众人这才明白 大青蛙浑身的伤势怎么来的 这还真是现实版的堂壁挡车 火车拖着长长的鸣笛声远去后 灯塔里 钻出了一老鱼哨和一只宠物 小女孩叫齐摩尼 她的宠物是小猫昆贝 而那位酒鬼欧巴桑名叫可可罗婆婆 众人一问之下才明白 刚才驶过的是水之都独有 举世无双的海上列车 Puffin Tom 俗称冒烟汤姆 他利用蒸汽动力推动 沿着海上铺设的轨道前进 是水之都重要的交通工具 群岛之间的居民 物资和邮件都通过它进行往来 众人又问起刚才被撞飞的自由泳青蛙 齐摩尼解释说 那只青蛙是很厉害的横港 他最喜欢跟人比利器 不知为何将海上列车 当成了鄙视的目标 因为皮操肉厚非常耐壮 所以屡败屡战 是西夫特车站的重大安全隐患 鲁飞一听居然感动了 认为横港很有毅力 当即收了口水 我全表示 咱们就放过它 我不吃努力的家伙 众人又一打听 得知了记录指针指示的下一座岛屿 名叫水之都 是全世界造船业最发达的城市 聚集了很多优秀的船将 鲁飞一听正合他意 他本来就打算找一个修船攻入伙 水之都正是绝佳的好去处 可可罗婆婆送给他们一张水之都地图 和一封介绍信 让草猫一伙到了水之都 将信叫给一个叫冰山的男人 草猫一伙告别了热心肠的可可罗婆婆 都在期待水之都和即将加入的新伙伴 他们打开地图和介绍进一桥 不由得惊呼 天哪 世上竟然有画画跟鲁飞一样丑的人 这分明就是齐蒙尼的涂鸦画嘛 大家排着队 从财政大臣纳美手中 领取了下一周的零花钱 乌索普包着主维干 跟媒体号温存 他还真是爱这艘船 爱到了骨子里 不久之后 传说中的水之都 便从海平面上浮现出来 这座城市的整体外形 好似喷泉水池 城市顶部的喷泉 从数条水道向下流出 形成了贯穿城市内部的交通水道 水之都的人们傍水而居 住宅和商铺 都依托海面下的地基建立 作为国际性的造船大都市 这里的人们 对海贼持半开放的态度 不仅不怕海贼 还指点草帽一伙 将船停到了后街 锁龙收翻的时候 没怎么用力 居然就把主维干拉断了 众人这才意识到 梅利号已经破损到这种程度了 陆飞 纳美和乌索普 拖着一整袋黄金 先上岛去找银行换钱 陆飞嫌麻烦 说干脆让他直接扛着黄金 去造船上找老师傅 然而纳美和乌索普觉得 让陆飞拿着黄金 实在是太危险了 还是换成钞票 由他们拿着最保险 三人一路吵吵闹闹闹 发现水之都的入口 居然是一家商店的门 这是一家专门出租布鲁的商铺 店老板向三位外地人 介绍了一番 布鲁是一种 本地人代步的海鱼 因为水之都的水路 远比陆路多 所以大家日常出行 都少不了它 每家每户都圈养着布鲁 外地来的游客 只有租布鲁来骑 陆飞三人花了两千倍力 租了两只年轻气壮的布鲁 又从店老板那里 得到了正经的地图 他们迫不及待地 冲向水之都的中心街 途中穿越过向 往来的市民们 生活得都很悠闲快乐 对他们这些外来人 也都极为热情 随意开玩笑吹口哨 非常不拘小节 布鲁为了给新主人显示本领 超近鲁标了一段 过山车水路 陆飞乐坏了 却差点没把纳美吓死 水之都的商业街更是繁华 各种特色小吃 让陆飞口水直流 纳美还注意到 这里还有浓厚的面具文化 许多人都喜欢 戴着面具盛装出行 陆飞等人正玩得喜劲 另一边 市民们听说 一号船屋由海贼闹事 纷纷赶过去围观 原来是有一群小海贼 请船工修了船 却不想掏钱 船工们二话没说 直接掏家伙开干 将这帮布置天高地高的海贼 揍了个半次 正如罗宾之前猜测的 既然水之都都敢接待海贼 就说明他们有厉害的人物镇厂子 这跟海上餐厅巴拉第的那群暴力厨子 有一举同工之妙 与此同时 陆飞三人通过水门电梯 也就是靠蓄水进行升降的水塔 上到了水之都上层的中心街 水之都不然名不虚传 一切都靠水来运行 陆飞三人凑近围观群众时 正赶上船工们抬走被打倒的海贼 市民们对卡雷拉公司的船工都崇拜得不行 将他们视为全民偶像 陆飞越听越对船工们充满期待 但眼下必须先去银行换钱才行 背着这么一大袋黄金 实在太招摇了 另一边 罗宾和乔八第二批进程 罗宾似乎很喜欢跟乔八待一起 毕竟女人都喜欢可爱的东西 而且乔八是小孩子心性 没什么诚服 这应该是罗宾在平静生活中 最喜欢相处的一类人 罗宾一路上都在习惯性 察言观色 偷听人们的谈话 他听到人们都在谈论 海上列车经过的圣法尔特道 最近正在举办假命狂欢节 乔八钻进书店后 忽然有一位戴面具的人 和罗宾擦肩而过 在他耳边留下了一句冰冷的话 我是CP9 等乔八从书店里出来 却发现罗宾已然不见了踪影 在汽水之都宁静欢快的表面下 一场场悲剧即将上演